现在开始调整这个出尸桶 现在开始调整出尸桶 出尸桶外边最外边这个平面 需要跟这个铁丝最里边这个平面是一条线 现在这个出尸桶靠右靠外 需要把它松开这个螺丝 松开这个螺丝往里边推 对 调成这样基本上就是可以的 这样里边铁丝跟这个是一条线就OK了 然后拿卷尺量一下这个距离 20毫米到这头也需要量一下 这个25需要松开 外边螺丝调整一下 调成一样的宽度就OK 现在开始这个调整完之后 现在开始调整这个出尸桶的这个高度 调整这个出尸桶的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的话 需要把里边这根铁丝 里边这根铁丝掐断 外边这个不要掐 这个高度调整的话 需要调成什么角度 这边后边铁丝这个平面 基本上跟它是平的 在这个从上最高点到最低点 一半的位置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需要把这个橱子桶往下放 放的话 这个上面这个平面需要跟这个铁丝上面这个平面 是平行的 需要松开下边螺丝 再松上吧 再松 松 再松 上边 基本上就这样就OK了 就 上边是平的 铁丝在它一半的位置 调整完之后 紧上螺丝 金属模式 OK 拿卷尺量一下 这个 到这个平面的这个尺寸 17.8 到这边来 也需要调整 也需要调整 17.8 对 调整好之后 紧死螺丝 调整完之后 开始调这个定位针 定位针的话 松开下边那个螺丝 第一颗定位针 需要在第1 2 3 紧挨这个切丝刀 这个玩算一个玩 1 2 3 第三个玩上边 第1个定位针 松开螺丝 往左边移 往左边移 移到 这个 这个玩 需要跟下边 这边是一条线 上面这个定位针 可以左右摆动 调整好之后 紧上螺丝 需要把这个定位针 往下边放 松开这颗螺丝 放这个 这个 套到第一颗定位针 里边 这个需要松开 下边螺丝 往下边放 紧挨着这个 紧挨着这个 上边这个 橱丝筒 紧挨 一点缝隙都没有 紧死的时候 需要把它 用手 扶着它 紧这颗螺丝 不能 是斜的 上面不能是斜的 左右 左右斜不行 开始调整 第2个定位针 第2个定位针的位置 是紧挨着它 第4个玩上边 后边定位针 都是在这个 上面这个玩 前面定位针 都是在下边这个玩 金屎螺丝